接下来我们来看直线方程式的第二种常见的算法 有时候它题目给的并不是斜率 它可能给的是两点坐标 这其实蛮常见的 那从两点坐标要怎么求直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种方法叫做两点式 我们现在给定的是 直线上两点A跟B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求是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它要怎么算呢 所以我现在先来看一样 我们画个图 这两点因为是已经固定的点 因为题目给你的这个点是固定的点 所以我从这两点是不是已经可以去计算这条直线的斜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从刚才的定义可以知道 S2-S1分支Y2-Y1就是我们要的直线的斜率 但是光是这样才不能算直线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需要找一个动点P 这个动点P它一样会在这条直线L上面跑 然后SY最后我们所计算出来的关系 是实际上就代表这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当然我在取这个动点P的时候 它不能跟我的AB重复 所以它必须要找异于AB的那两点 我们才能够去考虑斜率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第一件事情一样先取 我们先取L上 异于AB之动点P 我们一样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动点P取出来之后 好我们现在来观察直线的斜率会可以怎么表示 好那我现在既然有三个点 那我现在取了一个动点P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虑一下P跟A的形成的斜率好了 反正同一条直线 你随便取拿两点来看斜率是不是应该都要一样 那所以我就先来看P跟A这两点的斜率 所以这两点的斜率应该就是 S-S1分之Y-Y1 是不是这样 但是听不懂还有一个B点还没用啊 我刚刚是先去看P跟A 那实际上A跟B本来也会有个斜率嘛 对不对 又斜率 亦可表示为 我们用AB来看 那是不是S2-S1分之Y2-Y1 对不对 所以上面这个是AP的观点 然后下面这个是AB的观点 那我们是不是反正只要是直线上的点 相一点都可以算斜率 除非它是线垂线嘛 所以你看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斜率 斜率是不是应该要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要相等 S-S1分之Y-Y1 一定要等于S2-S1分之Y2-Y1 那实际上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代表这两个值都是斜率 但是因为这个斜率这题用不到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掉 好是不是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很明显好那这个式子 我把S1-S2 S-S1也可以把它移向过去 所以实际上 它是不是S2-S1乘上S2-S1分之Y2-Y1 好是不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好所以这个式子 它就称为我们这一条直线方程式的两点式 因为在目前为止 我进去找出这个S跟Y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形成的这个式子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的直线方程式 好所以 它把它称为两点式 OK好两点式的概念就是这样 只是说有些时候 有些同学可能他不太喜欢把它称过来 那你不把它称过来也行 所以有些人也直接就用这个结果 当成是两点式的结果 也可以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带这个式子来算 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看看两点式怎么用 那我算一次你就知道 好所以我现在一样去取 好譬如说我去求通过 A3 0 然后B-4-1 两点之直线方程式 那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去带这个公式 好那你也可以去写成这个样子都行 那所以如果同学觉得这个比较好记 那我其实也可以带一次公式给你看 我们现在可以让这个是S1 S2 S1 Y1 然后这是S2 Y2 所以我如果带公式的话是怎么看 就写这个比例式嘛 对不对 S2-S1-4-3 分之Y2-Y1-1-1-0 然后这边取的一个有一个点是动点 所以这边是S-3 就是用P跟A相减嘛 所以就是S-3 上面的话就是Y减掉0 好因为这边这个Y1是0 好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 所以你如果不这样乘开 也可以直接这样做 好所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最后再把它乘开 Y就等于这边先算 是不是7分之1 因为这有负号都弄掉 那这边呢乘上去 所以变成7分之1倍的S-3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分数麻烦 你就把它乘开 所以变成S-3等于7倍的Y 所以是S-7Y等于3 7分之3 我们把它乘7倍了 好就这样子 所以你就把这个减过去 然后把这个移过去 好我们可以这样去算 它的直线方程式 好所以当然你也可以 按照刚才的流程 就是我们去考虑 这条直线上面的动点P 然后再按部就班的 把这个式子算出来 好所以这个算法 我就不另外再写 同学们可以仿照 刚才我们第一个部分 算的点斜式 自己实际上去练习看看 能不能写出这样的结果 好所以原则上同学们 大概只要会 这两个算法 其实大部分的直线方程式的问题 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 谢谢大家